中山區通明街1到6號的居民 看到市長謝國良親自前來會堪關心 直接向市長反映他們的不安和憂慮 在中山區議員們一起爭取一下 前陣子失作的排水鍋工程 因為當地居民擔心有淤積以及失作不當 可能導致積淹水等問題 市議員張秉均在市議會質詢反映這個問題後 基隆市長謝國良也非常重視 隔天立刻帶著公務處長陳耀川 中山區長徐雅文等人一起到現場會堪了解 包括一項支持以及關心通明街建設的市議員宋伟利 郭美秀以及張秉均和當地通明里長蘇佑平 都親自到現場關心 市長謝國良也當場強調市政府會負起責任改善 和後續監督請大家放心 通明街這邊有高低差 然後水流進去可能會引起淤積這個問題 那我們今天跟公務處跟里長 大家一起來討論解決方案 那首先我覺得就是水溝要通 這個講來講去這一點真的非常重要 我想處長會用工法盡量把這個地方的工程把它穩定住 那我們會固定的來檢視這個水溝 那我們剛剛也有說如果一發生有下大雨積水的情形 那請務必通知我們的民政系統跟我們的里長 我們會第一時間來反映 那也謝謝幾位議員這麼的關心通明街的一個水溝的一個暢通的情形 聽到市長的指示和保證後 居民們才放下心中的憂慮 記者吳俊松 吉隆 吉隆報道 請問他在這隊的地方 請問他在這隊內 幫助他 不管是人家都要做了 好嗎